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云林县环保局与正升广播公司云林台合作今年第二场的小小主播营活动 已经在11月13号圆满完成 孩子们透过一整天主播营课程当中置入环保知识 让环保变得有趣又好玩 可是我们还喜欢你这等下出去玩 你是常被你帮忙看吗 那老师简单讲什么是绿色餐厅 就是餐厅它的食材 尽量是用在地的老板自己种的 老板自己种的自己养的猪 老板自己抓的鱼 然后就自己煮给你吃 这是绿色餐厅喔 嗨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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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爸爸 来 跟大家提示一下 一则广告你至少要有个二十五秒 三十秒 第四组好 第四组再加一分 那你是为自己人就很重要 你就要带着这个数位录音机 去把受访者的声音录下来 好 大家有记得这个位置吗 待会下午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受访 好复杂喔 这是很简单的 问你来看看 智商电台有什么性格 呃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怎么变成小小主播 今天来这边就是上了快一整天的课 你们觉得怎么样 先问子萱 很好玩 为什么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做的东西 那今天目前为止 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是什么 做环保牢座 环保牢座 你做了什么 环保蛋 环保蛋 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 你用什么材料做的 报纸 回纹针 然后绿色的东西 好 谢谢子萱 那你呢 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是什么 呃 也是做环保物品 你做了什么 呃 我们做了环保的杯子 还有环保的花瓶 我们是用一个榜特瓶剪掉 然后顺便拆一些装饰 这就可以变成一个杯子 然后再把一些剩的东西装进 剪下来的瓶片 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花瓶 那我再问你们哦 就是除了就是广播的就是DIY之外啊 你们对今天有去录音室啊 或者是刚刚有配音 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喜欢的地方 就是配音很好玩 就是可以录音然后又很棒 那你呢 那你觉得 呃 我觉得录音室也很新奇 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要带来 此次活动中孩子们扮演主播外访记者受访者 并模拟环保小旅行社区活动采访报导 生动的角色扮演 让孩子们对新闻采访写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今天安排的行程除了旅游城中住宿 都是住在环保旅店 所有游城中的餐食也都是当地社区的食材 减少食物的碳底层 还有消费也都是去有环保飙商的店家 那到底这次是带大家去哪里一样绿色旅游呢 好的 我现在我们就把现场交给记者吴宇杰 为我们做及时连线报道 好的 主播记者现在首带的位置 我是在游民县里面像冬天水利和寒进教育的区 为您采访到今天为大家准备我餐的就是我伴 您好 您好 请问您贵姓 幸福 吴湘姐 请问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我餐用哪些食材 这是我们的芋头啊 煸那个芋头 希望人能够过绿色生活 随手做环保 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好 请向新闻由串生与明台新闻小组阵 吴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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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播报 感谢收听下一次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